出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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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自己上去 上去快點 很愛坐車齁 大大你忘記了 上去快點 大大跳過去 快點跳下去 我換好了我最正式的吊嘎以後呢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 今天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今天的任務就是帶我們的梁寶 久久在店裡面固定 帶我們的梁寶來 參與華山基金會的 那個關懷獨居老人的活動 然後 今天我們現在第一個要去的地方 是一個 據說 蠻特別的一個案例 就是這個老先生 他原本住的地方呢 就是只有一面牆 然後其他天地左 都沒有只有右 還有錢齁算了 還能講 據說這個長者他的那個 房子就只有一面牆 所以在 像這種大大太陽下雨天或什麼 基本上都是參風入宿 所以在華山基金會的幫助之下呢 他們幫他把房子蓋好 就是整個牆啊跟那個屋頂都蓋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要來 先來訪問這一位長者 然後其他後續好像還會有一些長者 然後我們今天也會順便發放一些物資 然後我們率美號 也有贊助了一些物資呢 給華山基金會的一些長者朋友們 可以講一下大概有什麼東西 我們最希望他們就是可以有一個被子 因為我們這次兩倍你也知道我們賣得很好 但是我們有特地的留一些 有留了一些 對我們都會特地留一些貨 要專門做一些 算是愛心捐贈的 那現在又要快過年了嘛 那他們會需要一些類似可能 保暖的東西 然後我們還有想到說 給他們我們的 最有名的P店 因為P店主要原因是因為 原本只是我們在討論的協商過程中呢 想說捐贈我們的熱銷的良備給長者他們 然後也有部分是捐贈給他們做義賣嘛 對 後來再加碼說 再給他們一些我們的 那個舅舅的地墊 屁股的地墊 因為有的時候你知道老人年紀大了齁 真的很怕摔倒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P店是有防滑的功能 所以就是希望這些長者呢 在家裡面行走 或是從浴室出來 廁所出來的時候呢 可以有防滑的效果 減少跌倒的機會 很妙的地方 不確定說是不是 就從這邊下去 就是在這裡面 我應該要先讓你下 不然的話你可能很難下車 我先幫苦阿尼先帶狗下去 我們現在要下車啦 因為這邊是沒有辦法開車下去的 下去吧 阿尼衣服 我預警住那麼多年 第一次知道這裡沒有路 對啊 以前開車過來都沒有注意到這邊有路可以進去 其實這邊是預警外面的一個連外道路 但是這一條道路呢 我第一次注意到這邊居然有小路可以進來 然後好我們先 我們的今天 走快點大家過來 走走走走 他們熟門熟路呢 那今天本來有 就是本來想說幫梁寶準備那個背心 但是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他們穿背心之前 我們在市區有 去年好像有穿過一次 那他們在穿 因為畢竟不是設計給狗狗穿的 所以這種東西 他這個鏈子會一直脫頭 所以今天就沒有讓他們穿 今天就讓他們 原汁原味 對 這邊有個 好 你們要走喔 他們會 他們會 會吧 哇還有養鵝耶 養鴨耶 那是紅麵斑鴨嗎 那個 那個加米酒跟薑母就變薑母鴨了 冬天不能出來 對 這邊很多鴨子 很多紅麵斑鴨 然後這裡 還有一些鵝 會感人的鵝 鵝 很可怕 鵝會感人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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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鬧你不鬧你 我只是打個招呼而已 我來看一下 唉唷 喔喔喔喔喔 嚇到人家了 嚇到人家了 不錯耶 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紅麵斑鴨 還有很多紅麵斑鴨 這邊都是 都是您的 你的田園 那個 那有種 種樹的就不是啦 有種什麼東西嗎 種什麼菜還是 我現在種香蕉 種若莉果 喔若莉果不錯耶 若莉果好東西耶 所以你如果說自己種的這些東西的話是可以自己在這邊購吃嗎 每天就是 所以我們是有固定連結帶用餐的愛心店家可以讓每天阿公去拿愛心便當這樣 喔喔喔喔喔就是育井都有嗎 對我們族的 那是那種藏收屋樹屍 之前還用冬寧自助餐 喔冬寧也是喔 冬寧是我同學家開的 那水的部分的話這邊是有水的 不是,就是自己接的 山泉水,還有什麼水 不是,這個雨水 那裡有個池塘啊 OK 我等於就是這個水喔 打到這個椎塔裡面 椎塔裡面開關 我再一放水,這裡就有水啦 但是這些水是雨水 雨水 那如果我這一陣子沒下雨的話 那我就沒有水可以用 就是等那個池塘嘛 池塘就是有水 我棒譜可以打上來 那如果沒水怎麼辦 你們會就是 沒水就在外面去提啊 池塘水公司齁 如果要從外面接鞍管進來 其實困難度很高 目前是希望就是老天爺爽個臉 因為阿公的環境其實真的是有一點可難 以前他的家只有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一面牆的房子 對 以前是個那個蓋一半嘛 只有一面牆 那現在是你們幫幫他們 對,我幫他長輩連結資源 然後長輩讓他可以爭風避雨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現在來一個 來一個體育時間 體育課的時間 阿公那個球齁等一下 要吃飯去吃飯你可以看 唉唷唉唷 唉唷唉唷 我們林青多 唉唷去吧 去吧 他會去追球 哈哈哈哈 我們 我們林青多到哪個地方齁 基本上呢 有球他都好 這個是兜兜 嘿 然後這個呢 讓我們阿公 來 嘿 阿公這個球齁 你把它丟出去讓狗狗去接 對 對 他順便運動一下 就這樣 欸 有有 然後把球丟出去就好了 等一下 太冷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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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認真在發呆啦 所以就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唉唷 唉唷 這麼喜歡 然後這個今天我們 今天呢 要送阿公就是 這是我們 我們自己 自己做的那個涼背 阿這個涼背是 欸 夏天喔 你蓋裡面那一層 裡面那一層 它是涼背 你可以比較涼 不用吹電風扇 唉唷 唉唷 現在天氣冷 你就蓋外面這一層 綠色這一層 這一層六十天絲的齁 比較很柔順 很好睡 嘿嘿嘿 所以冬天夏天都可以用嗎 對對對 涼用的 就是你另外裡面灰色 灰色那一層呢 它是比較涼的 涼的話 你就比較不用吹電風扇 就很涼了 現在天氣會冷 你就蓋外面這一層 它比較熱 比較舒服 對然後再給阿公這個 我們的那個墊子 這個墊子 嘿嘿嘿 枕頭墊 不是不是不是 你也可以當座墊 你也可以拿來當那個 就是門墊 就是 像阿公這邊還好 這邊沒有那個磁磚 對 因為我們如果說是 你有磁磚的廁所 怕老人會跌倒 會跌倒 它我們後面這個是 紙滑的 上面是紙滑的 所以 基本上是可以用 我看阿公這邊 可以拿來當座墊 或者是 對 當座墊 或者是 當桌墊也可以 當桌墊都可以 桌子上也可以 桌子上也可以用 這是阿公的儲備稅 對 華山的 都是華山的 這幾乎說是你們 是這一間 最大的贊助廠商 對 這一間房子最大的贊助廠商 這是阿公的香菇 到時候呢 我們那個涼備 可以讓阿公呢 可以蓋 夏天的話就可以少 就是電風扇 可以不用開那麼強 比較省電 因為它是涼備 然後 這邊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阿公在 下廚的地方 廚飯啊 炒菜啊 然後有飲水機 然後這個是 多多你幹嘛在裡面 你當作自己家了 然後 阿公這些都是 廚備的水嗎 就是 就是都雨水嗎 不是 不是 爬到很遠的地方去拿了 去拿 去那個廟啊 喔真的喔 阿你是用提的還是推進 要提的 要提的 喔所以你 你這麼壯 就是有在練就對了 對 然後我看阿公身材 是蠻壯的 OK OK 好多多你們出去外面玩 不要在人家房間這樣啾 來 這個電視可以看嗎 可以看 可以看 就是看那個 無限的那種 無限的 對對對 就三台加民視這樣 對 OK 那也不錯啦 就還可以知道一些新聞 就是一些 比如說颱風要來了啦 還是一些什麼氣象的資訊也不錯 阿我們看一下我們林青大在幹嘛 大大在那邊聞鴨屎 哈哈哈哈 你真的有說無聊 哈哈哈哈 阿這兩隻反而沒有幫上什麼忙 他們來這邊亂 來這邊鬧而已 那真的其實非常感謝那個 華山基金會喔 他們可以 可以很願意喔 就是像這種地方 其實說真的 我們呢 很少 會有那種 就是在這邊 這種地方 其實我們很少會 會進來關注到這麼 這麼 這麼 偏僻的地方 簡單講好了 就是我們 我剛一進來就有講喔 外面那條路呢 我從小 經歷到大 但是我沒有 很認真的去 注意到說 原來旁邊有一條小路 是可以直接進來到這種地方 其實喔 如果說 說真的沒有網路 你在一個沒有網路的地方 然後沒有電視 沒有其他娛樂 然後你 上帝就給你這樣一塊的土地 其實還是有很多時間 可以去搞出一些有的沒的 像阿公這樣子 就是翻翻土啦 做一些運動 就是 也不錯啦 因為 年紀大了喔 像我阿嬤一樣 我阿嬤很長瘦 因為她每天都會找事情做 有事情做 基本上就是不大會老 然後當然啦 就是這一邊的物資 就是 不是很 不是很OK啦 你看光是她的水 光是山泉水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 阿公要靠雨水來用 然後 很多的一些狀況呢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那不過也是蠻感謝華山基金會 因為他們在 你看看前面這棟房子 前面這棟房子呢 其實它就有非常明顯的 我會放照片在旁邊給你們看 就是以前它只是一面牆而已 但是現在呢 多了很多面牆跟屋頂 阿公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想問一下阿公 你有什麼拿手菜嗎 你喜歡 自己最喜歡吃 最喜歡煮的菜色有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那個菜 對啊 就是 你看我 碎肉啦 碎肉 就是炒麵筋阿 喔 不錯耶 配飯這樣子嗎 碎肉炒麵筋喔 碎肉是豬腳肉 對 豬腳肉 然後跟罐頭麵筋 然後 火這樣炒 阿有加一些辛香料嗎 什麼 蒜頭還是辣椒沒有 沒有 就直接這樣 碎肉乾炒 炒完麵筋 然後和飯吃 就和飯吃 OKOK 那不錯 謝謝謝謝謝謝 阿我們是走原路上去吧 原路是那邊 會斷 喔 像那個板子也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走 喔這是原路嗎 阿這個是 菜耶 地瓜葉喔 這個也是地瓜葉嗎 對 這地瓜葉 不要踩到人家的菜 要稍微閃一下 來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哈哈哈 出來到限時了 會不會到限時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第一站的那個阿伯的家的才訪問了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 有一種很難講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有水有電 然後 又有網路 很多還有電腦 很好的電視冰箱 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看阿伯一個人在這樣子的郊區 雖然他過得也是很開心的 對阿伯的臉看起來是開心的 他很開心 而且他很壯 因為他會去很遠的地方提水 去宮廟提水 喔 然後回來 所以他基本上呢 身體的一些肌肉 有在運動 都還蠻健全的 那當然 整體看起來阿伯是還蠻健康的 他也有養一些鴨跟鵝 然後種一些菜 算還是OK啦 那當然 也有看到我們華山基金會這一次 在幫阿伯在製作這個房子的時候 原本一面講 結果後來蓋成一個房子 讓他呢 阿伯比較不會那麼的 就是 紅春雨打 對 日照雨林的那種生活 然後當然 看了阿伯的環境以後 我覺得我們送對東西了 嗯 你看我們那個 涼背基本上是涼用的 夏天的話 阿公可以蓋子比較涼 那個 比較省電 他也不用開那個 電風扇不用開很大 冬天像現在 如果忽冷忽熱 那個涼背超適用 對 反過來六十支天師 哇 又會睡咧 而且獄警國伴 永遠比較熱一點 對 但是有的時候 沒有沒有 但是有的時候 那個 還是會 早上冷 中午熱 晚上又冷 然後 然後 那個地墊 因為 其實有點 有點可惜 是阿公家沒有 像浴室那種 那種 石磚的地 不然的話 其實像這種地墊 它蠻防滑的 不過 說真的 華山基金會 對於我們這一邊 就是 我相信 對 基金會 其實不管是只有浴警 還是在全台灣各地 其實他們在關懷一些 若是老人 定期的追蹤 然後呢 定期的幫他們量血壓 跟剪 剪指甲 或者是整理一些 遺容 或者是家裡的環境 其實對他們這些志工 或者是華山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呢 基本上都是蠻 蠻辛苦的 就是 雖然我們現在是穿著這一件 非常神聖的背心 但是 我說真的 我們只是一個紀錄者 我們沒有像他們 這麼樣的 平時默默的付出 所以今天 其實也蠻榮幸 可以再受華山基金會的邀請 可以再一次 用紀錄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平常在關懷一些老人 獨居老人的部分 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這個我覺得 不管是 就是我們現在呢 可能或許 衣食無缺 或者是 家庭美滿 或者是過的生活還算OK 但是 很多時候如果大家有一點 有一點 不要說 有一點能力就好了 哪怕是零錢 或者是一些 一些發票 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 蠻請 可以呼籲大家 踴躍的去捐助給 很多的社福團體 包括華山基金會的部分 就是 蠻鼓勵大家的 因為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說真的 也不缺 一點小錢 一些零錢 或者是 如果有心一點 鈔票也可以 或者是 小額捐款也都OK 大額捐款當然更好 可以 讓這一些基金會 有更多的資源 去讓這些 比較 污單 污毒的一些 獨居老人 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照顧 我覺得 蠻推薦 大家一起來支持這些活動 那我們現在呢 要往第二個 第二個那個 前進 這個 現在要去的地方呢 我們去年喔 有採訪了一個阿嬤 然後 他還叫他們 大家都說 叫兵兵 為什麼 他們取名的 對 他說他們是來賓嘛 所以就叫兵兵 然後呢 今天要 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我大概知道在哪裡 就是 那個阿嬤住的 對面的巷子而已 所以還蠻近的 所以 那個阿嬤住的對面 所以不是上次那個阿嬤 不是上次那個阿嬤 我們就是採訪不一樣的阿嬤 但是我們 捐贈的物資 基本上阿嬤應該也會有 也會有 所以倒還好